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11月8号十八大开幕的时候 11月8号你翻黄礼 你现在翻黄礼 诸事不义 只能在家喝茶 什么事都别干 但十八大开幕 11月14号它本身结束 所以11月14号在苹果日报它就出了个词 要说11月14号就是要要要死 那苹果日报就这么说 所以开幕诸事不义 结束要要要死 这就是十八大 十八大开完了 咱也不知道它往哪走 我们只能说咱也不知道往哪走 习近平比较正视自己面对的问题 跟胡锦涛的发言形成的对比 我觉得最大的对比就是胡锦涛 就是什么事都没发生 那习近平就是说我们现在怎么办 大概我觉得说了那么多话 就这俩词 BBC有篇文章 也是在大家谈中国 他就回顾了提到了十八大的整个交班的过程 和中间的这种 站在他的角度中间的这些故事 写这篇文章的人是个学者 政治学的学者 文章题目这么说 中共十八大权力交界的险象与危机 写这篇文章的人叫做彭涛 是德国政治学的博士 文章上来就这么讲说 要要要死这天 中共十八大结束 选出了第一届 选出了新一届的常委 完成了中共高层权力的交接 但是中共这一次看上去平稳的权力过程 充满了变数和玄机 可谓显向还生 中共在权力划分 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 所面临的危机与问题 将无情地揭开这一平稳交接的面纱 挺狠的 这话说的 上头呢 他不像石涛咱们就平铺之术的老百姓的话说 他不解 他是文 他是人家是政治学博士 非常平稳的完成了十八大的权力交接 但是现实的中国问题 无论从政治社会经济层面 各个层面 今天现实的问题就在这儿了 秃子顶上的狮子 脑顶上的狮子 明摆着了 这个现象将揭示出 这平稳权力交接的真实的面纱 也就是不平稳 你绕这么多圈子干嘛 挺文化的人 转了一圈 骂人 这才叫高水平的骂人 不吐脏字 他先提到十八大的特点 他说十八大本身有三大特点 第一个就是各派争夺政治局 及其常委的名额 进行了殊死的搏斗 正如外界观察分析所示 中共新一届的政治局 及常委的产生 是中共权力阶层内部的保守势力 竭力拼搏的结果 是中共权贵集团 挤进权衡之后 推演出来的产物 应该是这么个意思 所以就是 我觉得这还是应那句话 党的历史就是斗争的历史 党的旗帜是鲜血染成的 党旗当中的镰刀与斧头 是他们手中的武器 他们既用它去杀老百姓 又在他们自己彼此之间 进行相互的 嘎脑袋 砸背头 就是这么点事 他说第二个 十八大在政策上 吸取了薄熙来事件的教训 由于过去只求发展 而转为注重共同富裕 和提高执政能力等素质 他说无论是胡锦涛的报告 和还是习近平的讲话 都极力强调改善民生 和加强反腐的说法 没用 独裁的体制 要求下面的人 要以他为中心 而作为中心者 自然会认为围绕他 围绕他的人 没一个可信的 他第三 强调在党内外寻找各种共识 中共中央的党校的副校长 叫做陈宝生说 转型中国需要四大共识 改革开放共识 社会和谐共识 科学发展共识 中国特色共识 什么都没说 这都是瞎扯 对不对 有党的共识 就一切全都枪毙 有这四个共识 就没有党的生存 所以骗点钱 因为人家是得干活 得吃饭 得有房子 无论是孩子 咱没说人具体人 咱都犯犯的说 那孩子要上美国的时候 有人去甭管出于什么样的原因 加以赞助 但是吃个拉撒睡 早晨吃个面包 喝吃个油条 他还得花钱 对不对 那你当爹的不得整好 对不对 那你整好 就得挣钱 挣钱当爹得显示出自己的本事 我觉得什么 这共识拿共识 瞎扯 都是为了维护共产党的 所谓的合法性 因为它已经不合法 提完了三个特点 紧接着就提到的危机和问题 他说 中共十八大虽然选出了 新一届的领导班子 形式上完成了 其高层的权力交接 但是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 并没有因此而歇停 相反 却以另外一种形式持续加剧 我的话说 打开了另外一出戏的序幕 它是一种延续 第一集演完了 第二集演了好几集了 对吧 这个没完 这要有完的话 习近平不用那么说话 这出戏要有完的话 胡锦涛也不是那么说话 干嘛还赞扬裸退 干嘛还给江泽民沉重一击 对不对 那不是都完了吗 权力都交接完了 干嘛还这样 干嘛还这么评论和描述 对吧 根本没完 而是在过程中 文章紧接讲说 中共十八大保守派 在权力瓜分中占优势 而团派和胡温妥协 以及厉害的权衡的结果 那以避免保守势力摊牌 或者撕破脸 将中共高层权力斗争 公开化和扩大化 但这并非意味着强硬派就一直会占上风 那这个如果说法是成立的 这就是说当你胡温习近平维护共产党体制的时候 维护共产党说法的时候 就是短 文章紧接着讲说 十八大上中共不放弃毛泽东思想强调五不搞 看上去是继承他的这个政治理念和这个思想传统 实际上却更加的加大了中共执政的理念 与实践之间的鸿沟与冲突 让中共在为其执政合法性的辩护中 更加难以自圆其说 他根本没想说 他现在没办法 只能先这么沿着来 文章也提到说 中共的一些智囊和精英们早已看到这一政治发展的迫切性 并不断的向中共高层发出了相应的呼号 信号和呼吁 要求中共逐步放弃其传统的革命理念 创立符合现实政治发展的新政治观 以适应民意的现代化的执政的理念 这就是学者的说法 对吧 我觉得就老百姓最简单 顺其民意 其实作为执政者 顺其你内心的善良的一面 放弃你妄图管制的一面 就行了 可能吗 不可能 不可能 政局就难稳定 那文章里他也这么讲了 他讲说 十八年在政治上的这种出现的倒退的现象 不仅不会让中共的新的领导人在日后有所拓展 而且也不会给中共政权带来更多的合法性的基础 他只会加剧中共内部的权力和思想上的争持 激化已经沉积诸多的矛盾与问题 打乱中共在治理上的步伐与阵脚 没什么打乱步伐与阵脚 他现在在小步紧刀 在把这种步伐和阵脚想稳下来 根本不是打乱的说法 现在他像是不知道是跳三步四步还是迪斯科 他不知道在跳什么呢 他现在是冰整个这个冰水化了 他甭管跳什么步 他只要不沉到水里 就是好就是成功了 所以我说呢 他这个评论呢 太文化了 根本不是什么步伐的问题 所以紧接着讲 在继续保持一党专制僵化体制之下 中共将无法实现其在十八大上的 所许下的诸多的豪言壮语 无法加强其法治建设和实现法治 无法杜绝官员腐败 以及提升政府的执政能力 无法减低贫富差距 实现共同富裕 无法在官员和政企之间建立起真正的信 他一堆的无法 就是他无法办的意思就是说 无法宪他妹妹就无法办 那无法办无法弄的话 他就讲把整个的社会问题拿出来 所以其实反衬过来 为什么将坚持一党专政 坚持毛泽东思想 因为没法办 他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过一天算一天 先把东西接过来 然后再说 眼前的事先给履齐了 正像我刚才说的 他说治理上的步伐和阵脚 打乱中共治理的步伐和阵脚 是因为他现在要碎步紧刀 先把阵脚稳下来 已经乱了 而不是打乱的说法 文章最后他讲说 中共十八大之后 如果要一意孤行的话 就是硬着头皮不改革 不到黄河不死心 不见棺材不落泪 我觉得这是文化 按照咱们说的很简单 石头说的 死猪不怕开水烫 但是死猪被开水烫的时候 干嘛呢 拔毛 拔完毛干嘛呢 就是红烧肉了 大家就给他点吧了 就完了 其实现在看的 我觉得都是真正的实质 就是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遏制了所有的东西 在你维护党的旗帜之下 你将自己抽自己嘴巴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